《王魂托梦》 前几天二十八岁香港民怨蔡天凤遭残忍遇害 涉案前夫一家为财害命 手段之冷血震惊各界 而蔡天凤遗失数日的身体部位也被寻火 案件的审理调查仍在进行中 谈到近期的办案过程 歌手周英杰也透露蔡天凤疑似托梦给母亲告知普世地点 意外引起讨论 根据媒体报道 作为蔡天凤生前好友 周英杰透露自己在事发后 向蔡家和蔡天凤丈夫致来慰问时 意外从蔡母口中得知天天梦当女儿 据蔡母回忆 蔡天凤描述自己人在大部 且是在一个有很多狗叫 另外还有猴子的地方 而尽管蔡母此前从未到过大部 仍将这道线索提供给警方 随后也竟真的在大部找到遗体 除此之外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 逝去之人都会化作飞虫 或是小动物回到生前居所 向自己留念的人事物做最后道别 蔡天凤丈夫也表示 事情爆发之后 她注意到从没有出现过飞蛾的甲种 出现一只飞蛾且整晚都没有飞走 对此则坚信 那晚就是蔡天凤回家探望家人的最后一天 种种离奇的巧合让人直呼难以置信 也对这起悲剧感到无比心碎 人生在世 会做各种各样的梦 有些会梦到自己结婚生子 有的甚至还能梦到电话号码 然后在现实中竟然能够拨通这个号码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 那个人也做了打电话的梦 可见梦境能够与现实进行联系 所以有些梦也是有一定的预示 为此专家就说如果你睡觉梦到这个梦境 一定要小心 这是阴间发来的讯号 不能忽视 第一种就是梦到关于蝴蝶 还有鸟之类的 就意味着是阴间发来的讯号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出远门 一旦出去 就会在旅途当中遇到倒霉的事情 严重的还会有血光之灾 第二种就是梦到收割粮食 或者是做农活 这就意味着阴间使者要来了 要将你带走 有一位师兄就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回老家的时候 去参加葬礼 然后旁边的亲戚就说 这个人因为身体不太好 得了废弃种就去世了 不过在他去世之前 总是梦到自己在做农活 割草 于是天天和家里人说要去做农活 不想让自己闲着 家人没办法只能让他去 没想到的是他在割草之际 就去世了 第三种就是梦到入地 如果你梦到在地底下发现了那些去世的亲人 就暗指死亡要到来 这个时候唯有多念诵的藏经 为地下的人进行超度 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厄运 第四种就是梦到别人要离开 或者是去哪里旅行 而这样的梦就是去世的象征 一般来说 如果你梦到了有人要离开 就意味着有人会去世 如果梦见亲人或者是朋友来辞行 也意味着有人会去世 第五种就是梦见了回家 这也是在指生命的结束 因为回家是归宿 这就意味着阴间的人要来接你投胎转世了 第六种是梦到与死亡相关的象征 假如梦到是飞在天空当中 虽然天是浴室比较好的食物 但是也象征着生命的结束 所以当你梦到这样的梦 生活里还是要谨言慎行 稍有不慎 阴差就会把你带走 第七种就是梦到了水里或者是洞里 有人解释 入水就是死亡 入洞也是死亡 因为死亡茫茫和出生联系在一起 是相同的 第八种是梦到有人或者怪物去敲打你 或者是像五官当中灌输流至等梦境的现象 这个梦可能在说 你患有脑部肿瘤和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如果梦到这样的梦 就一定要早做检查 代表着身体出现了危机 第九种是梦里听到了怪象 这个梦的意思就是在说听觉中枢可能存在问题 或者是这附近的血管会有其他严重的现象出现 第十种是梦到气管会被卡住 出现了呼吸不顺畅的情况 还有窒息的表现 这就是在说呼吸系统出现了病变 第十一种就是做梦的时候 被追逐 心中很害怕 恐惧 叫不出来 而且也跑不动 醒来之后还会感觉害怕 心跳一直加快 这个梦就是在说心脏冠状动脉工序上是不足的 第十二种就是如果梦到走路的时候 不稳 或者是身体上出现了扭矩 肢体感觉到很沉重 并且随时能够感觉到窒息的感觉 然后突然惊醒 这个梦意思就是心脚痛的征兆 第十三种梦如果梦到了从高处掉落 但是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 就醒来了 可能有着心脏病的征兆 第十四种如果梦到了与水有关的场景 比如像洪水 还有沼泽等自然灾害 这个梦是在说你的肝胆系统还有肾脏会出现病变 第十五种 如果梦到了被别人打 醒来之后你感觉到身体部位有着疼痛 意思就是那个部位可能出现了问题 第十六种就是一直梦见鬼压床 如果你在梦境当中只是梦见一次鬼压床 只是一次与邪气预见 但是如果持续地梦见了鬼压床 那就是邪气缠身 就很凶险 这就是因差时者已经盯上你了 可能会找机会将你带走 第十七种就是梦见车祸 还有出行工具出现问题 这样的梦一般是那些经常出差的人会去做 如果你梦见了 最好还是换工作比较好 如果你即将出行的时候 梦到这样的梦境 意思就是在说这趟旅行可能会有凶险 建议最好是改变时间来 如果一定要出去可以带一些辟邪消灾的东西 若是那些不出行的人做了这样的梦境 梦到自己是受害者 那在事业上还有感情上就会出现悲剧 最后一种就是梦见天灾的时候 假如梦见了灾难是在老家 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所在的地方 而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关注父母 关心他们 如果是梦到了没有涉及到家人的那些灾难 你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血管的问题 如果是梦到了火灾 就是在说你的身体比较上火 如果是水灾 意思就是肾上的问题 比较虚弱 这些梦境是人遇到危险或者即将死去的征兆 因间在向你发出讯息 所以在生活中一旦梦到 千万不能够忽视 其实梦虽然是人的潜意识活动 但是往往会根据现实的某些因素 提供一些预示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来研究梦 他们认为梦境当中存在的事情其实是真实的 在民间的时候 有些学者进行了总结 人一旦有危机的意识 就会选择规避风险 制定相关的规定 比如医学诊断 风水 逻辑上的推论 还有周公解梦等现象 他们对梦有深刻的研究 可见在古代 梦境并不是虚幻的 到了如今科学家 也一直研究梦 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收集和统计分析梦境的集体 这个庞大的梦库通过对两万四千个梦境分析之后 得出了梦境确实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延续的结论 原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有科学依据的 由此人们把有关死亡的梦看作一个指示 即很快就会有人出事 或者表示你或身边人的生活条件会有所改变 也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做了关于这样的梦 其本身会有强烈的恐惧 因此它也象征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幸 所以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忙忙就会不快乐 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而想要结束生命的想法就会比较强烈 因为这些想法就会让自己梦到关于这些梦境 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有结束生命的想法 而阴间的使者就会随时关注 找准机会将这样的人拉下地狱 因此一个人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 有了这样的起心动念 长期积累负能量 就会有着接下来的行动 所以如果真的梦到了这些梦 就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心情的愉悦 慢慢改变自己的发心 认真修行佛法 波作善事 这样阴间的使者才不会把你带走 但是如果这样的想法过于强烈 就会被阴差所命